自從我去年11月接任這個理事長之後 我們常常會有很多弱勢的個案 在吸毒人口的比例增加 那造就家庭過稅的機率更高 我面對那麼多弱勢的個案 或者是說家暴的案例的時候 其實毒品這個危害真的很大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來盡點心力 願意來參加的青少年朋友 他們都非常的有心 他可以帶起這樣的蜂巢 讓更多青年學子或是小朋友 或是青少年可以堅決的不要去控毒品 有這個機會然後遇到這個誘惑 你一定要堅決的說不